梅艳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自己一个人硬扛 我认识你到现在 你这个毛病一点都没改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连个电话都不打给我 叔叔的身体最重要 你能不能先把你的自尊心放一放 好不好 这张卡你先拿着 你父亲的事情我很难过 这是我替欧阳尽得一点心意 帮我谢谢董事长 这钱我不能要 我从小就帮着我爸算账收钱 所以对数字特别敏感 这张卡的卡号 和那天董事长给我的卡 卡号是一样的 没错 这是欧伯伯让我给你了 但是你没牙 你就不能现实一点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何必要拒绝欧伯伯的好意呢 他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尽量弥补你 毕竟 毕竟 你和欧阳已经不可能了 思雨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你快点告诉我 你是不是知道欧阳在哪儿 我爸已经决定 跟欧氏集团合作了 不过我也同意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近期就会宣布我们的婚事了 你们的婚事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梅雅 从我第一次见到欧阳的那一刻起 我就喜欢上了他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从派出所到你家吗 我们两个睡在小床上 我们两个睡在小床上 我问你你跟欧阳的关系 你跟我说你们只是普通工作关系 他强调你并不想当他的秘书 甚至想辞职 所以从那一刻起 是 我就认定了欧阳 所以我刚到法国我就急着回来 我就是想见他 我想告诉他 我爱他 可是我回来后的结果呢 你告诉我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知道那一瞬间我的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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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不应该跟你抢欧阳 我也曾经劝过我自己要放弃 思雨 我想揭开这谜底 之前你劝我 让我不要和欧阳在一起 是因为你喜欢他 你约他打求 就会是想接近他 我没有记忆 之前未未早就提醒过我 可是我真的不愿意相信 思雨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 提醒他 会有 吸引你的 目标 想彼此给你 吸引你的 兔豆哥 来了 你帮我在这儿守着我爸 我去解决钱 你怎么解决啊 去找我姑 把房子要回来 小雅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把你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给抢 防火 防盗 防闺蜜 防的就是你这种人哪 你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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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喂 你好 唯独到我 李东 李东 你好 你们家邻机大牌档的牌子 怎么摘了 什么情况 暗叔不是病了吗 现在钱不够 小雅就把大牌档给盘出去了 给暗叔看病用 他现在在哪里 我这会儿在医院呢 小雅说是回家找他孤了 想把房子要回来 卖了换钱给暗叔看病用 对了 李东 你看 我现在是走不开 你要是方便的话 你去家里看看他呗 因为你也知道 他那个孤也不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小雅这个朋友 叫啥徐思雨 我听他的意思 好像是把小雅的男朋友给抢了 他们还说啥订婚了 小雅他爹在这儿躺着 他家的房子又被他姑给抢走了 小雅这男朋友 也被他最好的朋友给抢走了 我真是有点担心他呀 好 我知道了 先这样 你这么好 你这么好 我去那儿躺着 你这么好 我去那儿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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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疯了吗 你要杀了我吗 杀人犯法 杀人偿命 你知不知道 我爸的房本呢 你爸的房本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房子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警告过你 让你不要再踏进这个家败府 我不管这个房子现在属于谁 我爸现在躺在ICU里面 他要做开颅手术 我没有钱 大牌大我已经卖了 我现在要拿这个房子做抵押 给他救命 你知道吗 小雅 小雅你是不是疯了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怎么就不明白 你爸他已经这样了 我们即便把房子卖了又能怎么样 到最后人财两空 咱们俩也都跟着完了 林志宏 他是你亲哥哥 你亲哥哥快死了 他让你救命呢 你听明白了吗 小雅 他也是我哥 我也心疼他 可是你也看见了 他已经是这样了 人格有命呀 小雅 我也不希望他死啊 林志宏 你今天给不给我房吧 林志宏 林志宏 快